妮妮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自从她妈妈因病死后 妮妮就跟爷爷相依为命了 今年妮妮已经八岁了 她特别渴望跟其他的小孩子一样 背着书包 梳着马尾辫去上学 她总是默默的在家里 目送着跟她一样年纪的小孩子 去上学放学 而爷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无奈的她呢 总是偷偷的流着眼泪 周末 小孩子们都在一起的玩耍着 不远处的妮妮扎着眼睛 她往前走了几步 似乎想要加入他们 但是随即她就停住了脚步 眼神黯淡了下来 她多么的希望 能够跟他们一起去玩耍呀 看看他们笑的多开心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幕 难忘的情景 那一年她五岁 正是开始懂事的时候 她妈妈刚刚死去没多久 那一天她去找莉莉玩 莉莉的妈妈见了就说 莉莉不在家 你去别的地方玩吧 妮妮有一些纳闷 因为她明明都听见了 莉莉的声音了 可是婶婶怎么说 她不在家呢 她又去了几个平时玩的 好的小伙伴 可是仍然是没有人理会她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忽然之间就被所有人讨厌了呢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小伙伴主动的找她来玩了 她就问爷爷 爷爷 为什么莉莉她们都不爱跟我玩了呢 我 我做错了什么吗 爷爷抹了一把眼泪 说 孩子 你没错 是老天爷 待你不空 渐渐的 她从爷爷的嘴里边知道了 原来妮妮的爸妈 都是死于艾滋病发的 而妮妮呢 也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 这村里的大人们 也在妮妮她妈死了之后 才知道的真相 自拿以后 小伙伴们 都像是躲着瘟神一样躲着 天突然间下起了雨来 这玩耍的孩子们 渐渐的回家了 妮妮这才慢慢的往家走 当她走到村口祠堂的时候 忽然间就听到了一阵嘲嚷声 今天 你们必须得滚出这个村子 这是村长的声音 留着这个祸害 全村人都不得安静 旁边挤满了的村民的叔叔 婶婶们 都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 透过人放 妮妮看到了自己的爷爷 这个时候 雨是越下越大 妮妮不禁往里走了走 她还这么小呢 你们就放过她吧 爷爷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 不行 不能再让她在这待下去了 是啊 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发病 就是 让她走吧 周围七嘴八舌的人说着 妮妮拼命的挤过了人群 来到爷爷跟前 爷爷 我们走吧 那语气很坚腻 爷爷的眼睛都红了 她没有苦苦的哀求 牵着妮妮的小手 留下了一老一少 孤独而坚毅的人影 在人群当中 那原本嘈杂的祠堂 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唉 有人传出了长长的叹息声 这个时候 雨下的更大 大雨滂沱 村口出现了一老一少 两个人一步一回头 脸上有着浓浓的不舍 而正在这个时候 远方传来了一声 巨大的轰隆声 响彻了一声 巨大的声音 把祖孙俩人吓呆了 妮妮跟爷爷 好不容易的回到村子 却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了 原来整个村子 因为大雨发生了泥石流 把整个村子都给淹没 而雨依然在下 这有可能就是 冥冥中 自有天定吧 有天定了 有天定了 有天定了